大家好,欢迎回到时尘talk 经常关注新加坡新闻的朋友已经都知道 新加坡经常性的在各大国际排名、各大排行榜上走热闹 甚至一度在一些榜单上名列前茅 比如说全球最安全的城市排名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全球最佳一区城市等等 但这两天我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说是新加坡首次在全球最昂贵高端的生活城市排行榜上 位列榜首 看起来像个好事 实际对一个在新加坡生活人来说 的确让人哭笑不得 昂贵高端这些字眼 意味着越来越高的一个生活成本 对于想方设法移民新加坡的外国高端竞争人士来说 可能感知并不明显 但是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本地居民来说 并非是件好事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欢迎点赞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有投资 理财 保险 移民或留学方面需求 也欢迎与我联系 期待通过这个频道 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 这个排名是来自瑞士保胜集团 刚刚发布的 2023全球财富和高端的生活报告 新加坡由去年的第五位 上升到今年的第一位 究其原因是来源于不断上涨的一个租房和住宿的开销 日益激增的一个留学的需求 以及普遍上涨的生活成本 这个高端生活指数是追踪全球25个主要城市的20种奢侈品和高端生活服务的价格走势 这也包括住宅啊 商务舱的航班呢 汽车 首饰等等 但是在这些指数中啊 住宅的权重啊 占比最高 其次呢 是汽车 说到这里啊 你就能发现为何新加坡名列榜首了吧 因为住宅和汽车呢 在新加坡的价格是高得惊人 甚至呢 是有些离谱 先说说住宅啊 我身边呢 就有从国内来的朋友啊 一直在考虑 是否在新加坡买房 因为最近一年的租金啊 确实是涨得厉害 与其每个月支付着一个高租金啊 不如一步到位 把房子买下来 长期来看啊 也是划算的 但是呢 就在今年的4月 新加坡政府呢 推出了新一轮的楼市的降温措施啊 将外国人购房必须支付的一个 额外的买房印花税啊 从30%直接拉高到60% 这让我的朋友啊 彻底断了买房的一个念想 你要知道啊 在本次的买房的印刷税调高之前啊 外国的买家在新加坡购房呢 是30%的一个税率 这已经是全球的一个最高水平 这次呢调高到60%之后啊 更是大幅度甩开了原本啊 同列榜首的香港 实现了全球第一 这个第一啊 其实不要也罢 在我看来啊 政府这次直接将税率直接拉高到60%啊 绝不是常规的一个市场的调节行为 而是彻底的一招毙命 相当于啊 直接对外国人关掉了这扇大门 尽管如此啊 新加坡的住房价格还是偏高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涨势凶猛 包括我在内啊 原本呢也有换房的一个需求 现在看着居高不下的一个房价 只能是再等等了 对有意移居新加坡的外国人来说啊 高买房的印花税啊 买房确实减少了 但是间接刺激了一个租房的需求 相应的租房的成本和价格也持续上涨 甚至租房成本也成了外国人 在新加坡的一个最主要的开销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外国学生 在新加坡就读国际学校 每年的学费可能在4到5万新币 但是每年的租金啊 可能就需要5到6万新币的一个开销 是不是有些夸张 第二个昂贵的产品啊 就是汽车 确切的说啊 汽车本身并不贵 贵的是用车证 所谓用车证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上路许可证 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用车证 有些误解啊 并不是买了汽车开十年就要报废 而是十年的一个上路的许可 十年到期之后啊 再续十年就可以了 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啊 5月第二轮啊 新加坡用车证的一个公开的投标啊 中小型企业啊 就是我们长寿的A组啊 用车证的价格呢 是九万两千新币 相比较前段时间的十万新币加啊 稍有下跌 但是看一下两年前用车证的价格 大概在四万左右 这两年的涨幅啊 简直是惊人 在多数的国家 汽车呢 是一个基本上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生活辅助工具 然后在新加坡呢 汽车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新加坡呢 也成了全球买车最贵的国家 所以啊 汽车在促成新加坡成为全球最昂贵高端生活城市方面啊 功不可没 不过话要说回来啊 汽车用车证啊 尽管很贵啊 相比较房产还属于一个小额的开销 对一般的收入家庭来说啊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对于外国移民或者说高净值人士来说啊 不足为题 也有不少友谊想来新加坡的朋友就问我 在新加坡是否有必要必须要买车 我觉得吧 买车呢 是一个消费行为 以需求呢 不一定正相关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说工作啊 或者家庭方面没有一个用车的需求 那么在新加坡呢 发达的公共交通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个日常的需求 如果说家里面孩子很多 或者说有工作上的一个需要 那么买车呢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啊 需要说明一下 在新加坡买车贵啊 并不是政府有意要提高一个车的一个销售价格 而是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小 汽车的保有量啊是固定的 只能说报废一辆再会放出一个用车的名额 所以说啊 新加坡的买车成本高的问题啊 是特定的一个地理环境造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相比较房产啊 更是不容易调控 除此以外啊 新加坡的一个烟酒的价格也是相当之高 像威士忌的价格 新加坡呢 是全球第二贵 另外还有商务仓的航班价格 也是全球第三贵 总之啊 新加坡不仅仅是一个fantasy 还是一个昂贵制度 对外国移民 或者说高净值人士来说啊 新加坡的这些贵 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普通民众来说啊 这个影响呢 还是蛮直接的 比如说高房价 让那些真正有买房需求的人呢 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甚至呢 让他们望而却步 还有整体的生活成本的上涨啊 与不成正比增长的一个收入之间 本身呢 就是一个矛盾 所以说 全球最昂贵高端生活城市的 这个榜首的位置啊 不要也罢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有关新加坡的一些 不必要的榜单或者排名啊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让我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不错 欢迎点赞评论 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右侧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时刻关注我的最新动态了 如果说你有投资 理财保险移民或留学方面的需求啊 也欢迎与我联系啊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市城talk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呢 没有人 各位